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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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枪 谁是玫瑰 对 就是你走南闯北见闻很广啊 所以今天咱们聊国际上面的事儿 要请这个义军来这个助阵啊 这个沉痛悼念韩国已故前总统 是吧 周一 卢武炫 卢武炫先生 卢武炫这个周末 突然间听说 你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啊 就说一个人会选择这种爆裂的方式 一百多米高的悬崖 就是说临死前就跟那个警卫 有烟抽吗 那警卫说要烟吗 我去找烟 然后最后一句话就跟警卫说 你看那些行人呐 警卫的眼睛一偏颅武炫 哗的涌身而下 他头部十一厘米长 就死因呢 就是这个颅骨 我就觉得 这个 这个 要是我的话呀 要是自杀啊 我看了这个细节啊 我就会觉得我可能没完没了的 你不知道要不得抽根烟 再喝点酒 你知道跳崖自杀的这个技术难度很高的 它必须要 这个坡度要足够的抖 你要是有一定坡度的话 你跳下去 你知道自杀最怕就是死不了吗 你第一个 这个要非常非常陡 到了非常陡的坡 人都会有自杀欲望 我去黄山的史信封啊 我记得我当初去到那个地方 我就想 哇 我要自杀我就在这个地方了 就觉得比安眠药啊 比什么煤气啊 那浪漫多了 就凌空一月 所以说对于你来说 你说他这个方式很暴烈 但鲁武炫自己我倒觉得是一个很平静的方式 为什么呢 他想了很久了 他那一天早上之前啊 他还去了他父母的灵堂去祭拜 什么都想好了 安安静静的就走到了这个终点 是一种平静的方式对于他们 可他跳下去并没死掉啊 他还是也是重伤 后来才 其实这个偶然性是非常大的 对不对 他下去并没死掉 送院的时候 到了医院以后才死 就已经昏迷不醒 失去知觉了 而且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说 这个事情技术的判断是非常重要 他到底是自杀还是 比方说我不小心跌下去 他有遗书了吗 对 就是靠那些其他的证据吗 我觉得人家都说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呢 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研究人临死前留下的这个文字 你看他说一书内容为 中国人往往不会这么写的 这就是韩国呀 日本那边的人容易这么个情绪啊 给太多的人添了麻烦 因为我的原因 好些人受到了太大的痛苦 今后还会有数不清的痛苦 我的余生只会成为别人的负担 身体不好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看不了书 也写不了字 不要太悲伤 生与死 难道不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吗 不要觉得抱歉 也不要埋怨任何人 这都是命了 火葬吧 就在家门口留一小小的石碑吧 这是我很久以来的想法 咱们再看看鲁武炫这个风光时候的照片 那么导演 你瞧这个时候就叫红光满面 这个人呢 我就觉得是个善模样 不像坏人 是吧 但是这人很感性 他们说他经常会流眼泪嘛 说他会 就说他很软弱 我倒不觉得他很感性 遗书也是他不讲韩国将来该怎么走 人不提这个 我当总统 他不提这些 就说我个人 我给别人带来负担 太感性了 咱们再看看他跟他太太 他太太叫全梁叔 是吧 全梁叔 他太太就昏过去了 看见老公的这个尸体 可是实际上呢 事情跟他有关 太有关了 就是他要没死 说实在话 别人都管他就要喊版沉水扁嘛 对 因为沉水扁就是吴书珍嘛 扁嫂收钱嘛 这个也是说他老婆收钱 他开始都推到他老婆身上嘛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觉得呢 我先插一句 我刚听到这个事 我就想 陈水扁不是跟他很相似吗 陈水扁再次证明他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 好死不如赖活着 他走不到这一步 没错 台独 台独 都在口号上的 他其实你说这个枕边风吹的吧 我觉得最能看出说 在外电所有报道当中 说这个卢武炫出身贫寒 他是一个好像是比奥巴马更厉害吧 人家家里头那么穷 就是完全自我对 自我奋斗这样 但是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当你登上权力高峰的时候 你恰恰不要忘记这是在亚洲 亚洲的这种民族里面往往有一种什么人情政治 你当时可能这一路走来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 虽然说你金钱要什么 你不欠他们的 但是你人情上你欠着 可能他老 就是他一直自己也说嘛 他说我的夫人结婚以后就忽然变了 就是他控制了我 他跟别人怎么去打交道 然后帮 就是然后收别人的钱等等 就别人说他婚后变成了一个气管员了 其实 就是他就说他妻子 他说刚认识的时候 感觉还是一个热爱文学 很高尚 怎么热爱文学就高尚了 感觉是那么个女人 他说但是自从我当了总统之后 就结婚以后 他妻子马上变了 他说我感觉是我的主人 整天管着我 权力死人腐患嘛 他妻子还就姓权嘛 人家还有粮书呢 又善良又贤书 权自当头 权自当头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提问你们哈 就这个事 我怎么觉得很多采访 怎么也没人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这个查的都是说压力太大的嘛 就是受贿啊 贪污啊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这一死 你看这韩国人民呢 突然间就变成哀悼啊 然后多少人 然后李明博都给人骂啊 然后就是说可能会产生政治危机 然后那个大检察院出来就宣布 对他的调查就停止了 这个有点不调查 我挺外行 我不懂 我说那这个到底是贪污还是不是贪污 难道因为一个人死还是不死 韩国是什么文化 他是这样子的 我专门 我其实我第一反应 我就说怎么针对他的调查都停了呢 是不是就是很亚洲的一个东西哈 后来我跟我一些朋友就是在刮到 我跟他们聊 他们说这是正常的 他是说针对他个人的调查是停止了 这人死了嘛 你没有必要再去查 但周围的人其实不会停止的 周围的人还是会查 对 而且他当时他一跳我在想 他是不是想保护谁啊 就是这种感觉 对啊 但其实应该来讲 我不知道在韩国他是不是会继续调查 如果就在全世界来讲 在在美国 在欧洲的话 这个调查针对他周围的人 案件本身不会停止 只是个人没有意义追究了 哦 是这么回事 但明星上是会有一个逆转 明星上是有一个逆转 有点像什么打个比方了 你家里一个小孩在学校里犯了很大的错 不要打胎了或者是偷东西了 或者是打人了什么 那他回来的时候 他父亲准备要严厉责备他 本来要打他的 可是他没回家 他走廊上已经跳楼了 那这个时候家里的人 无从责怪起来 因为这个错是 罪是罪 但是他罚的更重 他再怎么贪污 他不至于死罪啊 现在他自己去判了 给自己判了一个死罪的话 那所以老百姓 那我们不讲两党政治 民主党那边 他们有一些政治的运作 那我们不讲 但是从民心上 人心上来讲 你看 就算他是做了这些措施 可是人家现在 人家现在这样都死了 你还怎么样呢 所以那个李明博 他们现在至少暂时 他是肯定会缓下来 所以人有人说 就说你就说这个阿扁 那个看守所里的人 还注意到了 说阿扁那也有电视 阿扁听到这个新闻之后 报道说阿扁神色如常 照样看报纸做笔记 但是前些日子 说阿扁又要声称要绝食吗 你说阿扁 这就是说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前一阵 你知道吗绝食的时候 曾经偷偷吃零食 就看守所里给了 吃点热 中国人 零食 零食 然后他吃了 吃了之后呢 监狱里的人呢 就给他拍下来了那个DV 录像 然后说这次阿扁 不是要绝食吗 然后看守所里的人 你再绝 我们就把你这段录像给你公布了 阿扁那算了不绝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 这次咱们就讲 韩国人呢 他就是都归结到这个民族性格 确实说这个国家啊 他大概百分之七点几的人有忧郁症啊 就三百多万的这个抑郁症 他们还有了一个分析 就是说呀 这个 他在一代人的时间里 韩国就一代人的时间里 从这个农耕社会 一下子变成了高科技社会 就说这个里头 其实中国也可以借鉴 这里头积累的这个心理压力 那足够让人发疯 然后说自杀 是韩国人排位第三或者第四的死因呢 你要到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的死因 自杀是第一位 还有好多自焚 我记得他们游行抗议 对有宗教的一些东西 而且他们那些总统你看一个个都都是美好相长的 比较凄凉 都比较凄凉 他们排了一下里程晚 什么什么 克斯海外 朴正希 被刺 拳头换 盧玉太 盧玉太宇还入狱 后来还金大宗社他的 你看那金大宗社的儿子 金永山也接受调查 韩国怎么回事 是个个做总统做完了以后都有事情 他政党轮替嘛 就是说后面一个政党 对前面一个去进行一个 清算 但我觉得最重要他还是这种个性 可是我就觉得韩国人在亚洲 跟德国人在欧洲就比较像 什么呢 韩国人在亚洲 德国人 就是他都加在各种 比他更强大的势力中间 你看 他又非常强 他一定不服气 在欧洲呢 最近又来一辆导弹 德国 那是朝鲜行吗 那还不是一个民族吗 他都有相通的地方 地下核室好家伙5.3级地震的 搞得全世界现在都对他都没办法 你说下去 我在 前年吧 你还记得就一帮那个 韩国人传 传教是传基督教的 去阿富汗传教 没错没错 被塔利班给绑架了嘛 还给砍了两个嘛 对吧 我当时回到美亚富汗去那个报道嘛 我当时就特别怪 我就觉得在亚洲大部分这个国家姓佛教 但是我才知道韩国是在全世界除美国以外 传播基督教最多的一个国家 他因为他之前呢 他受日本受中国的这个文化就是影响太深 但是这个日本就是统治了他太多年嘛 他就觉得对这种这种东西他有种反抗性 所以他这个基督教呢 就有更多的空间有进来这样子 韩国人性格特别的暴烈 是因为他们像德国人在欧洲一样 就说德国人在欧洲是因为他家在就比较大的国家中间 人家不是来打他 经过他去打别人的时候都在他这儿去打仗 所以你看哲学家都是从这个德国出来 他老在想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就老在想这种问题 就跟这个卢武炫似的 我已经现在无法出来的深渊 大家不能跟着一起掉进这个陷阱里 大家应该放弃我 这种拒世与世啊我都觉得很有意思 日本人最有同感 大家应该放弃我 你像我自己感觉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我死我活的对吧 但是他们这些人 你可就觉得 同样这个句式呢 从深水扁那里就是说 大家不能放弃我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他整天都在讲 他们说我还要带领大家去奉斗 对啊就是你们不能放弃我 我曾经带领你们什么什么 都是人家欠他的 宁可我付天下人不让天下人付 而且就是他老觉得是 韩国人他们就我看他看他们说死因呢 说是这个什么二十岁到三十岁的 因为这个失业找不着工作而死 然后三十岁到四十岁的呢 呃自杀的第一位的原因是离婚啊 离婚他要死 然后说六十到七十岁的呢 说因为这个社会转型了呃都分开住了 他们那种理想孩子呃跟孩子住在一起 抚养他们也没有了 所以老年忧郁症 我说这什么年龄段的都有都要死 而且他们还很忙 家文化的东西都拿去注册联合国什么 对把什么年糕都当成是他们的 年糕端午啊说孔子 说我们的儒家是受他们影响来的 是卢武炫自杀前一天我看新闻 对他们真是从这种 看来一点都不懂孔子的哲学 他们不了解咱们的苦啊 这不叫背上担子吗 这得多重的担子 五千年的文化 要不说逼的自杀呢 你那天上个月说是二十三号吧 这个韩国警方声称你说韩国人的强韧生命力 说是一个五十九岁的男子李某 卧鬼自杀毫发无损 你知道吗 这李老头什么意思 李老汉五十九岁 因为欠债还不上 说我自杀了吧 然后就卧鬼 火车司机后来说呀 说他看见了看见了赶快击杀之后 一个反正压过说是压过这个老人的身子 走了二十多米才停下 他大惊失啊 但是下来这下车往车底下看 就看这老汉一边往外爬一边在那叛气 哎呀想不到 连死都这么难哪 拍拍屁股走路 真是 这韩国人 专在中间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人 徐老人您说为什么啊 就是这个贪污 什么收钱 不管是老婆收钱 孩子收钱 还是谁收钱 他们有人就说你是亚洲人就免不了这毛病 你觉得呢 女人呢三个要求嘛 一个是性 一个是钱 一个是权利 你说人吧 不是女人吧 你当了当了官以后啊 男人当了官以后啊 你这三方面要满足女的 多数是性不能满足了 你就得往往往往前 要不往权 钱就是让他贪 权就是分一些权给他 那这个权给他会越滚越大 嗯 都是由性引起的 巴基斯坦那女总理的丈夫 怎么他贪污呢 您别说这是女人的要求 巴基斯坦那个 百分之十先生吗 那个达尔达里吗 就是就是说你掌权的人的那个 那个你的伴侣啊 人都有 人爱一个人呢 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有一天让他出头 嗯 你看着自己喜欢的人 一辈子在求人 在别人下面打工 在低头下低声下气 在苦苦的做事 你就觉得对不起他嘛 有照一天你自己有点权了 让他也舒坦几天吧 对不对 你都会这样说的嘛 所以你到那个时候 但是这方面舒坦不了了 就往那方面去 但是就是说我我现在觉得 为什么就是说 这个会出现这种现象 好比像卢武炫这种哈 就是当年声言我要连政 这就好像跟这个内地 咱们大陆咱也知道 也有很多贪官 什么交通经济 你知道吗 我相信他上任之初啊 他也是真心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 似乎是有一种不得不的力量 让你去腐败 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开始 你不能相信说这难道真的就是说大骗子吗 好像他也像卢武炫也是很真诚 就我一定不看 我听听到很多做生意的做得很成功的 问他们说后面有背景 多数听到的不是这个高官的小孩或者什么 而都是说他太太的侄子 就是这种关系是最多的 就是其实转好几个弯 其实是借他的光的 但是就是通过你老婆夹这一条线来的 你做了一定的关了 你怎么办 你把老婆夹的这些亲戚全断完 他们拿点好处是 他不是他自己要 有很多都是人家送上来的 你看这个也是人家送上来的 你只是收而已啊 但是这个这个这个人情这个我觉得是男人欠女人的 在国外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就听过说外国人他们说去行贿是什么呢 你当天能吃完能用完的东西不算是行贿 比如说我请你吃饭 没关系 你要到第二天我给你太多东西 你第二天你还能接着吃喝的 这就算是行贿 外国公司到中国也都学会这一套 我不说在中国在很多亚洲国家 我就听过有的一些大公司在日本怎么去行贿 说一个最巧妙的 他们请日本公司就一个官员啊 上他们那个游艇 大家去玩了一天 回来带他去玩的人下了船跟他说 谢谢你请我们上游艇 就这游艇给他了 是吗 就是外国到亚洲都会学会这种巧妙的行贿方式 所以我跟你讲 雪儿过去我认为是说是咱们亚洲人好贪啊 现在我通过种种证据发现 全世界都贪 Gentlemen的国家 英国最近你知道议会里闹的就是眼神里都透出恐惧 就这几天议会英国议会的工作人员说担心有人自杀 到什么程度 哪个议员呢有一会没出现 这个秘书啊就要赶快打电话到他办公室 怕他会自杀 因为我就发现怎么能占小便宜 看来这是人性啊 都是些小钱对不对 挺大的 你要说小 也也不小 这个事情闹着地震 我给你看这照片 哎这照片挺好 你看英国的下议院这个议长啊 这个非常有有风度的老头 你看这照片 他辞职了 说三百年来第一个下议院的这个议长辞职 他说我我一直认为议院团结时运作最佳 为维持团结我决定在6月21号正式离任 你知道吗主要是这个丑事越来越多 你再看下一个照片 英国人把荣誉看得很高啊 所以很秀 你看这是一个议员呢 给他家的院子里 这是给给他家鸭子修的一个窝 用的公款用的公款报销 你知道还有那个你们家马桶的那个坐垫 马桶坐垫用的公款报销 而且我发现英国议员挺肥的 干这环境来挺好 可以允许你有两套住宅 一套在你的选区 一套在伦敦 你的第二套房子你享受房补的 这房补说是 我看这一数字说是一年有三万六千多美元核 你包括那个布朗啊 现在人家都说他啊 他帮他兄弟 一年三万六千美元 啊 差不多这个数字 相当于我们二十万啊 算得很快 就是啊 他他其实这样子 他们就说每一个议员 其实他本身的薪水已经是很高了 所以你就看出 人只要有一点点权利 有一点点什么 他很容易就偏到那个地方去 或者他自己认为 这个不是一个贪污腐败的 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我现在看到就是 所有的报道里面都在说 英国这个月每个人在讲 讲sorry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觉得说 我们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 这种民主啊 这个荣誉等等 居然出这种事儿 我们觉得太羞耻 不羞耻 这证明了我对人性的观察 我觉得这事儿让我很放心的 终于明白 所有的人不都是要占小便宜吗 对吗 所以那些什么权力 此人腐败 什么绝对权力 绝对此人腐败 这些道理其实都是从英国他们出来的 其实是他们比较早 他们贪得早 他们贪 所以这个制度 你看最早英国也是靠这个制度 对吧 就说人你就是这样了 报销个电话费 你说他们这些议员不全的 而且你要是告上谁能 他们告上 言这个 我觉得跟我们公司 某些办公室里面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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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